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最后还有一点点 then I went upstairs um, upstairs的话应该是连在一起写吧 对不对 ok,好,所以呢 呃,这边的话是upstairs 连在一起写咯 ok,to reach my classroom 其实这边你可以直接说 to my classroom也就可以了 ok,好 呃,这边 not being careful是为了什么 要这样子写咧 你是说reach my classroom not being careful 还是怎么样 这个分词有一点怪怪的 所以其实老师会建议说 你这边怎么样 把句子结束掉 然后呢,你可以讲说 I was not careful enough 或者是呢,你说呢 then I went upstairs to my classroom I was still playing 或者是 I was still looking at my cell phone 或者是 my smartphone 或者是说呢 I was busy 如果你要讲的更详细点 然后你可以说 I was busy I was busy checking 太,太,太没有故事了 因为你只是在讲一个状态 你讲说我很不小心 或者是我很不专心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而不小心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而不专心 这个地方要讲出来 这样子,ok 好,所以你也许说 因为你正忙着在看 Facebook上面的讯息 或者是手机上面的讯息 I was not careful enough and 那hurt my leg 这边也是 因为hurt my leg 事实上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结果了 我发现有时候呢 同学都喜欢 倾向于呢 喜欢把结果就直接讲出来 可是那个 造成那个结果的过程 其实有时候是 很有故事性的 那那个地方呢 可以把它描写的生动一点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呢 I 比如你讲说 I stumbled 对不对 好,那个半道了 I stumbled 脚步不稳 I stumbled 或者是 I tripped sorry I tripped over a pile of books 有时候呢 现在同学的这个 教室里面还真的是 给他有点混乱 所以呢 地上放一堆书 或者是 什么杂物 也不是不可能 也许你可以讲说 I stumbled over 或者 I tripped over a pile of books and fell down 这样子 OK 或是 I tripped over a pile of books fell down and hurt my leg 这样子 OK 或者是说 I fell flat on my stomach 这样子 OK Fell on the floor 这样子 OK 之类的 把那个动作描写再明确一点 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 那你说要受伤了 然后接下来说 I think it's really dangerous to use the smartphone 这边罐子要加上去 好 when walking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好,但是这边有一个 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呢 也不是只有说 在走路的时候呢 用手机是很危险的 其实呢 就是说 你不能够怎么样 好 你不能够呢 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好 你还在呢 在那边用手机 所以你可以写说 when I should be concentrated on something 这样子 或者是 when I should be concentrated 或者是 when I should focus on what I'm doing 之类的 把它写得明确一点 当然when walking也不绝对错啦 只是呢 感觉上 限制呢 就是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面 然后 你也许呢 可以把它 想得再详细一点 这边可以改一下 and I would stop using it and be more careful when I was walking 好 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这个and 是不是还是可以那个 你说 你觉得呢 在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呢 应该做别的事情 应该专心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呢 这样很危险 好 那所以这边呢 把它断掉嘛 那后面这边的话呢 再做一个更明确的 明确的一个结论 所以你可以说 I would 或者是什么 I will 以后都会这样 I will stop using it and be more careful when I when I am walking 应该是em吧 对不对 以后啊 OK 或者是 when I walk 或者是呢 when I have to focus my mind on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这样子 或者是 when I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my own safety 之类的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避免 一直用walking walking walking 因为事实上 我想 他这个文章 或者是你说像学测 那个图的话 事实上 他讲说走路 事实上 他那个只是一个 等于就是说 一个例子而已 这样 OK 好 那你说开车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呢 当然也是不要用啊 对不对 还有很多情况 OK 当然都是一定要不要用 那你说走路 那你骑车呢 开车呢 对不对 好 还有很多别的情况 也是呢 不要一心二用比较好 这样子 OK 所以你这边也许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别的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说 I should be focused I should focus on I should be focused on what I'm doing 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呢 会比较照顾的 比较全面一点 OK 好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你 这篇文章 那最后老师要给你 一个建议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你这篇文章 其实没有很多非常不好的 或者是很严重的句子结构上面的一些大问题 比如说你一定会有主词跟动词 然后你也一定都会把一个动作讲完 或者是一个句子叙述讲完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少了一点这个故事性 OK 好 你呢 怎么样交代说呢 在路上 然后看到一个女孩撞到树 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在路上呢 司机呢 对你咆哮 或者是呢 不开心 那你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样子 OK 然后呢 到最后呢 到教室里面去跌倒的时候呢 好 又是什么样子的事情的发生的经过 还有就是说当时教室里面应该还有别人吧 好 那呢 同学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作文里面当然不能都是对话 因为如果通通是对话的话 你这个作文就零分 但是你可以稍微有一两句对话 可以让你整个描写更加的生动一点 而且你的文章也可以拉的比较长 而且不是故意拉长的 而是因为你真的有把那个故事讲的完整 这样子的话呢 会让这个读者读起来觉得那个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 但是读起来会觉得很生动 对不对 否则的话呢 如果只是就是平铺直屑的讲说 哎呀 出门啊 然后用手机啊 然后不专心 所以摔倒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感觉好像什么 感觉好像这个 小学啊 在这个教导小朋友的那种这个道理跟标语一样啊 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故事稍微变得比较复杂 有一些叙述的层次 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只是一个也许大概150到200字的一个作文 但是呢 会让人家读起来呢 有一些不一样 有一些特殊的细节跟趣味这样子 所以老师会建议你在一些该加上去的一个故事的细节跟动作呢 可以再多写一些 这样子的话呢 会让你的故事更有可看性 而且文章 而且长度也可以拉的稍微比较长一点 好 然后呢 更有趣些这样子 OK 好 那还是非常的谢谢你 寄这篇文章过来 因为呢 你真的是第一个 而且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 把文章寄给老师看 那当然 这当中时间拖得有点久 老师也觉得很抱歉 因为事情实在是有点太多 那希望现在还不会太晚 好 那当然其实就算说 也许对你来讲有一点点晚 但是我相信呢 别的同学看了还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呢 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很多同学都共同会有的问题 那也谢谢你呢 愿意把自己的文章贡献出来 让同学呢 可以一起来学习这样子 OK 好 那就非常感谢你了 那我们有机会 下次希望能够再看到你另外一篇文章哦 好 好 那就这样子 好 拜拜 优优独播放